在佛祀的过程中,我走到那个姊妹那里 走到那个姊妹那里的时候,我问圣灵是怎样为她祈祷的 看看她有什么需要的 走到那里的时候,当我搭着她的肩膀的时候 我看到她的眼睛,我看到她的眼睛已经流出来了 其实我还未跟她祈祷什么都没有,我只是搭着她 她的肩膀,我看着她的眼睛 接着我就一路看看神怎样做事,因为不是我做 一路这样开始,突然我就开始祈祷了 我自己去祈祷,我有些欢迎祈祷 在祈祷里面就突然间唱了一些歌 那些歌就不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歌词的歌 在那里唱,但是在那里唱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姊妹一直都很不停哭 如是姐这样跟她祈祷之后,神有一些话给我的 我亦都给这个姊妹的 例如是犯怒负担重担的人,主要年前就死去得安心 而且我在祈祷里面,我看到一个仪像 这样我就想,要不要跟她分享 但我觉得这个也可能对我姐妹有些帮助 我就告诉她,我看到耶稣在当中,在你前面很近 然后她打开了一只手,你哭过去吧 我觉得耶稣很想抱你 当我这样说一手,她就很想很想地再哭 突然间我去这样的情况,我就有一个感动,我就抱着她 当我想抱她的手,她就突然觉得捉住她 我觉得圣灵在当中的工作,我不知有些什么 一路就有她哭,有她哭,我就跟我一起祈祷 救神光草她和救神医治她 我其实是一个很范脆的一个服侍 事后我都问回她,因为牧师教 祈祷之后问回她,经历了些什么 她后来跟我说,她觉得很平安,感觉一份境外 我说是这样,之后我没有做些什么 我就让她坐下,后来一段时间我再问回她 然后我就问她,她知道她怎么样 她接着就跟我说一些话,她就说她很威胁神 她觉得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 还有她觉得因为有些人是伤害了她 她也觉得很难去遥述 但是她觉得好像她把世界摆重在当过神 那一刻她有一点哭 我说是呀,其实我只是要听 我没有特别要跟她说一点 就是让她自己在祈祷里面 或者是神如何跟她说一句话 她的内心去里面 如何说回她自己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已经是神在她身上做了很多的工作 其实我在事供上 我觉得我很轻散的 因为当我熟悉 那个过程里面 牧师叫我去祈祷 我就去祈祷 然后交给神去做 因为我不知道 我的经理就是说 我看到神在当中是帮助了一些人 还有她自己亲自去触摸我的人 我就很开心 我就很开心 而且在服侍的过程里面 我里面也很喜乐 我就觉得很喜乐 还有很平安 有一个姐妹 就是之前哭的那个 我过去 我就说 不如跪在这里好吗 那她也好 立即拿一些地战 然后有一个婆婆 是妈妈来的 她走过来 我说 你会不会跪下来 她跟着看我们跪 她可能不好意思 她说好啊 我也跪了 但她跟着我说 其实我跪不到 她有两个膝胎 她说 很久没有跪过了 我说 我说 不紧 但她很好 她坚持地跪 我说 如果你不行 你可以坐在这里 但她也坚持地跪 后来又有另外一个婆婆 就走过来 她见我们一起去祈祷 不知道 我没有叫她 完全没有主动 她就走过来 想和我们一起祈祷 我说 她见我们跪 我说 不如我们一起跪 我只是这样说 她说 我说 很久没有跪了 我留意到 有两个婆婆 她们很多年都没有跪过 她说 但那一刻 她们跪着 我想是神的缘故 不是跪着任何人 也不是因为我叫她们 可以跪 她们觉得很想一起跪 我们拖着手 我去祈祷 在祈祷里面 她们都说 很痛 很痛 很久没有跪 但她说 不行 我要坚持 她反而 提升我的信心 她们的坚持 令我满 神之下 在她身上 是那份的能力 神去自己 到最后 我们祈祷之后 她们起身的时候 我们都继续为祈祷 就说 神透理这次她们 让她们的关节 能够好起来 她们一路起身的时候 我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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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神是建立她们的信心 在那一刻 我是觉得神自己 亲自建立她的信心 无论我们做 其实我做过程里面 做些什么 我不知道 我只觉得 信徒圣灵的带来 我也不会勉强人去做些什么 但是 当她们起来的时候 我看到她们 是那份的起来 很开心 剪尔子 可不可以的 都传知了 这种懂的